这集介绍你不能不知道的免费传真方法,欢迎加入烂马铃薯的行列,就是连走出门去便利商店传真都懒压。 还在用传统传真机吗?你还特别去便利商店请店员帮你传真吗?还是你买了一台复合式多功能印表机,就是那种同时拥有列印扫描影印传真多功能的印表机? 没错,我买了,但是现代人家里哪有电话线的啦?没有电话线底印表机怎么传真咧?现在印表机都买无线网络,接电话线传真这件事真正比较适合办公室吧? 没错没错,现在是无纸传真时代,又称为电子传真,无纸化真的超环保的,当你没有遇到对方要求你传真的时候,你会想干嘛不寄email,用Google云端分享,不能用通讯软体用赖传档案吗?不不不,那是因为你没有需要的时候。 以前没有使用过传真机,会觉得好复杂哦,这是老人家才会做的事吧,自从使用线上网页电子传真后,才发现超方便的,只要打开网页不用下载不用安装,几个简单步骤就传真出去了哟。 我自己在用的线上电子传真是HelloFax和Fax Plus这两个,HelloFax是每个月免费传真午夜,Fax Plus是每个月免费传真八次,两个都是免费传真出去。 如果想增加传真次数或增加可以接收传真的功能,点选除值就可以了哦。 网络搜寻HelloFax后看到这个画面,点选右上角Sign In登入,选择登入Google账户,进入传真画面就可以开始传真咯。 不同于Fax Plus是英文界面,HelloFax完全是中文界面,点选发送传真,上传档案,档案在这里,点选右上角的下一页,再收件者传真号码直接输入传真号码。 台湾输入886,台北02输入一个2,台北8个号码分别是1234,空格5678,输入完成点选右上角传送文件就完成咯,超级简单吧。 传真后可点选左边以传真确认是否成功,以收到是接收别人的传真,当你传送成功还会收到HelloFax的Email通知哟,我当下有实际打电话过去确认我的传真对方有收到哦。 如果每个月的免费传真次数不够,可以在网络搜寻Fax Plus,一个账户可以免费传真实业,来吧来吧,教你简单中文界面使用哦。 打开网页,登入Google账户,画面内容很简单,可以直接滑鼠右键按下去,点选翻译中文,你就会看到非常亲切的中文画面。 选择发送传真,输入传真号码,号码的格式都是一样的,选择添加文件,最后按右下角的发送,就成功啦,是不是也超简单。 跟平常寄Email是差不多的方式,传送出去后一样会收到系统发送Email,或者点选传真。 画面右下角有三个直立的点点按下去,可以编辑,例如把传真号码加到通讯录,可以直接看传真状态,或传真确认报告这两个都可以哟。 看完发现传真这是超简单的吧,谢谢观赏,赏脸儿动手按各赞吧,雪雪,下次再见。